現在呢 鐵口直斷 吳半仙 吳子嘉董事長 早在兩三天前就說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看到 柯文哲怎麼餓死了 我當然只是瞬間的一個行情 因為當大家整件事情 回歸到平淡之後呢 就會真正反映出 柯文哲的一個底盤 他的底線 大家就會發現 原來柯文哲潮水退了 他最新公布的 沒多少電子報 今天熱騰騰的最新拿到 真的耶 我本來心裡想說 有嗎 人家鐵 人家可是鐵桿 那個年輕人啊 怎麼可能 真的 就你現在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很有趣 他特別不怕我們搞混時間 11A的這個時間點 是11月20號到11月21號 11B則是時間點 是11月27號到11月28號 所以可以確定 就11月27號28號的11B的這個 才是真正反映出 就是他們藍白破局的一個情況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他現在整個驟降 驟了大概已經有 我看一下喔 10個百分點 真的是嚇死了 你怎麼會掉了那麼多 而且很有趣的是 掉了10個百分點之後 另外一個人 竟然是柯文 是那個賴清德的民調 大漲了將近快5個百分點 這可以分成兩個件事情 來解析 第一件事情 柯文哲之所以大跌一個情況 大家認為就是在你呢 那天的藍白分手 那一天的禮拜五的情況 實在是太難看 整個場面搞到實在太難看 不僅成功的讓所謂的一個藍營的票 全部都回歸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上 也會讓年輕人覺得說 欸 不是啊 那怎麼你還偷偷傳簡訊 你還對不對 表面上你講的那樣 就私底下你還是偷偷傳簡訊 而且去背刺你自己本來以為的盟友 郭台銘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會讓柯文哲的一個年輕族群的粉絲 會覺得說好像你並不是我們當初 所想像的那樣 那為什麼在賴清德這個部分 會有明顯的上談呢 我覺得兩件事 當然第一個就是年輕族群 這個部分可能慢慢回歸 第二件事情 當然就是我們的美情姐 我跟你講那個狗狗貓貓一出來 有一些朋友 就是你知道像我們那種大鱗女子 家裡面有一隻狗沒有一隻貓 其實是不太能過日子的 像我是養烏龜比較特別 所以你就知道 我那種朋友真的是因為貓的關係 他想說好吧 我本來這一次不想投的 那看到我們的貓奴都出來了 在看在貓奴同為挺貓奴的份上 他決定要把這一票要投給了美情姐 另外一個狀況是 美情姐到了那個花蓮那一場 我們可能你們有在現場 那天蘇培姐有特別提到 他就說他會看到美情姐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就深耕地方 而且他很念舊情 就是不會因為我今天好像放飛到美國去了 然後我的Oben 好像感覺上我已經就是越來越高深了 就忘記了習日大家一起給我的一個點滴栽培我的那種心 所以我覺得蕭美情在某一種程度上真的是可以幫就是賴副總統這個部分把原本屬於小英這部分的一個中間選民 以及淺綠 淺藍還有就是一些比較進步思想的這一個選民 慢慢慢慢回歸回來 可是看到這柯文哲民調掉那麼多 可是好像也沒有看到他有一些行程要力挽狂來一下啊 對 你講到這個 我跟你講這就是為什麼 我跟你講鐵口直斷吳半仙說 你以為柯文哲現在已經很慘了 不會 我告訴你 他搞不好跌破15%就為什麼 都有可能 為什麼他這樣因為 說一句實在話 我剛還在跟我們主持人講 四年前我們在政論節目上在笑韓國瑜 沒有行程啊 沒有行程啊 睡到中午 睡到中午對不對 然後苦民所苦 然後要去淨灘還選到下午 淨灘下午那個垃圾都被海灘給捲走了 你去淨什麼灘 我都還印象深刻 沒有想到柯文哲竟然能超過韓國瑜啊 韓國瑜人家好歹一天還有兩三個 我們已經笑他了 這個不是耶 這是一個行程 然後把每一個整點的這個告訴你 我們要幹嘛 誰會把政黨 這個太爛魚衝突太誇張 政黨會議也要排進去 這個不叫行程 這應該叫作息表 對啊 你要不要把七點有沒有 就流水賬 刷牙洗流 七點三十分吃早餐 八點出門 這誰想好嗎 他會把他面臨這樣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你十一月二二九話 你講實在話 就是沒有行程 是 你可能只有一人太難看 比如我們記者採訪的採訪通知還少 以前我在電視 二十年前我在電視台的時候 我們至少早上一個晚上一個 對不對 認真的可能一天三個 對 所以這實在是扯到 比我們我看到 比我們在場每一個人通告都還要來得少 如果說是比我們通告都來得少 你想這個選舉有辦法繼續選下去嗎 再來 我跟你講喔 不是說只有一些綠營的朋友要去搶他的票而已 國民黨 現在國民黨 我覺得這一招真的很狠你知道嗎 現在國民黨的一些族群在流傳什麼 哎呀 那女兒跟幾個朋友在打牌 有一個打算聽爸媽的話 改頭好康好康配 其餘的還是要兼職喝粉 結果呢 這個媽媽心裡想說不行 我女兒這樣不行 我決定幫她買七票 讓她去郊遊對不對 讓她直接從 而且喔 一月十號要直接玩到十五月十四號投票嘛 玩到投完票才讓你回來 所以我跟你講 藍營的爸媽們大家動起來 快點 搶救好康 先給子女好康 買機票送出國去郊遊